Yo,This is DJ The Mall Hello各位同學,歡迎再次收看DJ The Mall的教學影片 那在這裡呢,我們要複習的是三角形的外星 首先三角形的外星它的定義是三邊中垂線的焦點 好,那三邊中垂線的焦點它會有個特別的地方 首先DJ The Mall用口頭幫各位同學複習一件事情 中垂線的性質是什麼? 中垂線上任一點到原線段的兩端點等距離 因此,我們的重心會有個現象是AO等於BO線段等於CO線段 也就是藍色的這三條線要一樣長喔 好,第二個,三角形的外星性質 在這裡DJ The Mall要提出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目前為止,這個外星性質只在各家的參考書商跟考卷 偶爾出現正式好事還沒出現過 所以說如果基策要來考一個跟網年不太一樣的話 它還蠻有機會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我們經過我們的重心 我們會從外面的大三角形以外還有分裡面的小三角形嘛 那我們看一下最大的角 AOB跟BOC跟AOC這三個大的角 跟我們原本三角形的三內角是有相關的喔 那DJ The Mall在這裡幫你把它列出來 我們的角BOC好 BOC是我們角A的什麼?兩倍 好,那我們的角AOC我們角AOC 是我們角B的什麼?兩倍 那我們的角AOB 角AOB是我們的什麼?角C的兩倍 那這個性質呢 請各位同學要多加留心好不好?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歷屆基測試題當中 跟外型相關的考題 哈囉各位同學 請各位同學以愉悅的心情 跟著DJ The Mall一起觀看我們 歷屆基測試題的分析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93年度 第一次基測的第八題 好,那我們看一下題目說 如圖B珠為原歐的直徑 好,B珠是原歐的直徑 然後呢,他說 嫌AC AC選 未過原心歐 然後則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首先A選一下他給你 歐式三角形PC珠的外星 B 選項他說歐式三角形AP珠的外星 C他說歐式三角形AC珠的外星 然後呢 珠選項他說歐式三角形BCP的外星 好 很多同學說,哇看到這麼多的敘述 頭都已經昏了 怎麼還能夠選得出正確答案呢? 那DJ The Mall在這裡要勉勵各位同學 吸口氣深呼吸 然後吐氣 放下你的情緒 我們耐下心來 慢慢一個一個選項看 好 首先A選項他說歐式三角形PC珠的外星 那在這裡呢 DJ The Mall先岔開一下話題 請各位同學拿出你的原歸來 模仿他 我們不要求畫百分之百精準 我們另外畫出三個 然後呢 把B珠是直徑畫好 然後另外A珠 AC的線 稍微有點偏差沒關係 我們模仿他的圖形 做四個 然後分別來看 這樣你就不會選錯答案了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已經畫好圖形 他說 A選項 歐式三角形PC珠的外星 我們把PC珠用黃色的部分塗滿來看 如果你是外星的話你應該三個頂點都落在圓周上啊他有沒有 沒有 所以因此這選項對嗎 不對 好 B選項給我們歐式三角形AP珠的外星 那我們把 AP珠的部分用黃色的填滿 我們發現 這三角形的三個頂點也沒有全部都在圓周上 所以他也是不對的 好 C選項給我們歐式三角形AC珠的外星 好 AC珠 欸 我們塗滿了以後發現 你確實喔 你三個頂點都在圓周上 因此這個答案是 對的 最後 豬選項我們看一下歐式三角形 BEP 對不起 BCP的外星 好我們把BCP 塗滿以後發現 欸 你並沒有三個點都在圓周上啊 因此我們答案選什麼 選 C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啦 就不會選錯答案了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 一樣 如果你發生大考證後選腦袋一片空白的時候 What should I do 我該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情 請你先放下去你緊張的情緒 首先 題目既然有告訴我們 外星 你要回想一下什麼 外星的定義嘛 外星是三邊中垂線的焦點 接著 外星怎麼樣 如果畫出來的話 我圓的三個頂點 欸對不起 應該是說我三角形的三個頂點 全部都會怎麼樣 落在圓周上啊 第二件事情喔 DJ人貌已經強調 非常多遍了 遇到這樣的考題的時候 請你不要懶惰 沒有帶圓國也沒關係嘛 反正有10塊錢硬幣拿出來就在 考卷上面多畫幾個圈 模仿他做一做 而且我們也沒有要求100%精準 直徑有了 其他的線段差不多 其實也OK 好不好 那在這裡呢 DJ人貌 勉勵各位同學 遇到這樣的考題 都能夠順順利利的拿下分數 see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